做毒品做詐騙 網紅 像我們一樣網紅 這種守在社會邊緣的邊緣人 這種就是以後你當律師的客人 聽說現在高中生職考考完了 我們要來訪問一個在地律師 要對高中生有什麼建議 台中在地律師這樣夠不夠在地 做在地的律師跟你分享在地的經驗 我們一邊走一邊聊 怎麼變成跑道了 這已經跑道變很久了 為什麼要變跑道 對啊這是什麼概念 你要先介紹一下今天這邊是哪裡 今天這邊是一個台中在地的學校 在地的dotto 我發現我們的粉絲都是在地的朋友 都是我的同學 分發你現在要選田自願 到底你應不應該填法律系 法律系的出入是什麼 法律系大家在選田自願的時候 依台灣人的思維就是想要多賺一點錢 你覺得法律系可不可以發大財 不對啊你三個要嘛你要去下面啊 各位小朋友 校長就只跟各位小朋友短短的演講三分鐘 相信各位同學高中畢業之後 就想要選田一個可以發財的科系 大家都看到我們的總統都是法律系 所以念法律系妥妥的一定可以賺錢 是這樣講嗎 好像是法律系到底可以賺錢 這個問題其實說穿了 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任何的科系都有可能會吃土 任何的科系也都有可能會賺錢 所以你會聽到一種說法 特別是法律的文章啊 還有一些法律的影片會跟你講 想要賺錢不要念法律系 這是錯的講法 因為想要賺錢跟你念什麼科系沒有關係 關鍵是你想不想要賺錢 那我們試快一點先跟你先入為主 畢竟你現在就要選田置業 你覺得我幹的話講太多 我跟你講三種路線 第一種路線你就是去考公務員 如果你是法律系 你考一般的普考的公務員的薪水 約末一開始是在三四萬左右 升到頂天大概七八萬八九萬 如果你考的是高考的話 你的薪水差不多一開始是五六萬左右 升到頂天差不多是多少 差不多是九萬十萬上下 如果你考的是司法特考 也有分四等或三等 如果是四等的薪水大概是四萬五萬 如果是三等的司法特考的薪水 大概也是六萬七萬不一定 大概薪水就是這個樣子 月薪 一年大概可以領十三十四個月的薪水 我想你是高中生 你應該妥妥的聽得懂 這個樣子聽起來是沒什麼搞頭的 對不對 因為薪水聽起來不是很多 你都覺得錢很好賺 因為你還沒畢業 你還在媽媽十塊 等到你畢業你就知道錢沒有那麼好賺 其實這還蠻高的 但是如果你是法律系的 你還可以去考律師或法官 如果你考法官的話 一開始的時候 你會先受訓 受訓的時候 大概是領四萬到五萬塊 不等的月薪 零零總總加一加一年 大概五十萬上下 收訓大概兩年多三年 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你要受訓一段時間 之後你就當法官了 法官一開始的薪水 大概約莫在十萬到十七萬中間 你就慢慢爬慢慢升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如果你考到司法官 各位高中的同學 你要知道 你跟一般公務員的差別 如果你是司法官 你的退休奉制領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意思就是你做到退休之後 你是領百分之百的薪水 我剛剛講你做到頂天一個月 大概是十七萬 所以你退休之後 你除了領十七萬之外 你還可以去當別的工作 然後你就會有兩份的薪水 這樣子算賺到錢還是沒有賺到錢 你是說退休 退休還有十七萬每個月可以拿 你看那些退休的法官 不是出去當律師嗎 他有十七萬可以拿十萬 他還可以當律師賺錢 你覺得這樣賺的多不多 月入幾十萬 月入三四十萬輕輕鬆鬆 對不對 但是他會跟你說要賺錢 不要難練法律系 這樣子的CP值太低 我就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沒關係 反正我剛出社會 我比較年輕 我也聽不懂 你也聽不懂 懵懵懂懂 你比較好奇的是 聽說律師 你手術是不是很痠 對 我們換個位置 校長致詞 那個同學 等一下還有那個 結書校友 還有那個訓導主任 那個教務主任 還有那個什麼 反正一堆老師等一下還要報告 你們就再站一下 校長繼續吹冷氣 再見 拜拜 這樣有沒有像以前那個校長在尋 你要看 有沒有 你們這些小朋友有沒有認真上課 你以前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校長不認真上班 要在這邊走來走去 但我們今天也不是要討論這個 我們是在說 這個法官的退休縫可是領百分之百 各位同學你要知道 你領了17萬之外 你還可以去當律師賺的一些律師費 所以你退休之後 你65歲之後你可以領的錢 那是三四十萬四五十萬 那我不知道這樣是多還是不多 可能你覺得很少 我覺得很多 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那你會說那個要等很久很久 其實不用對不對 你考上了你就開始領薪水 你就想看看 像恩蜀利公的同學是檢察官 他就跟我說他一個月大概領十二萬左右 那他大概當三年左右的時間 那恩蜀利公的老婆是書記官 一個月大概算下來也是個四五萬 那一年大概也是領了七十八十萬 薪水就是在那邊 所以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到時候當公務員 你的錢就是有限的 那你不當公務員 你不當法官 你不當書記官 你不去考高普考 那你的第二條路就是當律師 那恩蜀利公再來跟你分析一下 這個律師的薪水到底是多少錢 律師的薪水總共有兩種律師 第一種叫實習律師 第二種就是普通的律師 實習律師就好像你玩網路遊戲的初心者 一開始要先打怪打海龜 然後剪一些很爛的任務道具 收集100個 那你要剪多久的道具 打多久的海龜 你覺得要多久的時間 實習通常都一年吧 不用其實實習五個月就好 然後你再去台北上課一年 所以這樣加總是六個月 那實習的時候薪水是多少 剛剛你說上課一年 上課一個月不是上課一年 上課一個月 幹怎麼那麼多文 總共六個月 那你覺得實習的時候薪水是多少 實習大概2萬4 2萬4差不多 一般來講實習律師的薪水行情 是2萬5到3萬塊 有沒有更低的 有嘛 畢竟怎樣 像恩蜀利公以前在實習的時候 就聽過另外一個在台北姓吳德律師說 這一些實習律師來 是在跟我學經驗的 我不跟他收學費 他都要感謝我 所以我都不付薪水 自視甚高 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非常的有道理 乾脆不付薪水 有沒有這種人 是有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現在都是 付2萬5到3萬 恩蜀利公實習的時候領多少薪水 恩蜀利公好像是103年實習 那時候實習的薪水是8000塊錢 在哪邊實習 在軍中實習 沒有 軍中的薪水值比我低2000塊錢 恩蜀利公那個時候是在台北的法律 輔助基金會的總會實習 總會喔 專職律師中心實習 那薪水領8000 低於勞基法非常多 然後還沒有自己的門禁卡 刷卡進不去 沒有卡 就要按門鈴叮咚 同事來幫你開門 你看 什麼樣子的道理 我們台灣的司法界就是這樣子 公然壓大恩蜀利公 恩蜀利公是饒富理想的去那邊 沒有在計較錢的 充滿了公益的考量 我們在講什麼 我們在講錢 我們在講薪水 好如果你好不容易實習完了 然後你就去哪邊 你就去律師事務所上班 那律師事務所上班 你覺得你可以領多少薪水 5萬 恩蜀利公前幾天面試了幾個律師 恩蜀利公開了薪水 確實就是5萬塊錢 然後都沒有人說要來上班 這個樣子 那你實習完了嗎 面試的過程 我們通常都是問他實習完了 他就說 對我實習完了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來上班 我現在還在面試別家的事務所 所以我可能還要再考慮一兩個禮拜 那你下個禮拜一就過來上班 好嗎 我要再想一想 那你還有什麼事情要問我呢 沒有 你不問我薪水是多少嗎 我就覺得很奇怪 奇怪 台灣法律系畢業的各位同學 為什麼你們來面試的時候 都不會問一下 請問你的薪水是多少 不是不好問薪水嗎 那你幹嘛來面試 對不對 我都還要說你怎麼不問我薪水 所以履歷上面有寫面譯嗎 我會寫說最低5萬 然後是情況來談 對不對 薪水都是見面談的 你不來我怎麼知道你可以領多少薪水 公司都開5萬了 我當然只好講5萬 那你看你這樣子你要怎麼賺錢 對不對 你想要賺很多錢 你就要問老闆說薪水多少 不然我就不敢走 對不對 你應該這樣子 中南部的行情大概是5萬 5萬5、6萬 那你做這個領薪水的工作 做到頂天大概8、9萬而已 那你就是領薪水的思維 就像恩楚立功的好朋友 執行六個月完就開始裝模作樣 自己搞事物 他要零過5萬塊嗎 沒有 懂嗎 所以這個問題的癥結點是什麼 就是跟經驗無關 跟法學頂域也無關 跟你家裡面的人際關係比較有關 你要出來做生意 要嘛就是培養自己的人際關係 要嘛就是你家裡面的人 有一些人際關係 反正要當律師要賺錢 就是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比方說怎樣 比方說我爸是國民黨黨主席 我8歲的時候當自根農 然後長大當優優卡公司的董事 然後在外商的金融證券公司上過版 或者是怎樣 我要競選台北市市長 我在美國當過律師 美國律師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都不是台灣律師 這一些人都很奇怪 奇怪台灣的律師不是不難考嗎 為什麼都沒有人有考過 我就覺得奇怪 這代表說有錢人是不屑考我們台灣的律師 我要講的是什麼 我要講的是你現在在講錢 賺錢這種東西領薪水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賺很多的錢 你就要自己出來做 自己出來做你就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所以你大學的時候不要念書了 趕快去交好朋友 去哪邊交 去什麼獅子會 清商 或者是怎樣 符輪社 然後去到處斗內 然後認識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做毒品做詐騙 有沒有網紅 像我們一樣網紅 有沒有這種這種 守在社會邊緣的邊緣人 這種就是以後你當律師的客人 對不對 你要跟他們關係好 你才有RMG 懂嗎 要賺錢就是要往這個方向走 來我告訴你 你出來做沒有人可以跟你擔保 你可以賺多少錢 你自己當律師 你自己去接啊 你就像是保險業務員 你就像是房仲一樣 你就要去到處跑社團 到處開發 到處跟人家鞠躬哈腰 展現你的低價值 再展現你的高價值 到處裝模作樣 大家來看我事務所 有這麼多的律師 小姐這麼的漂亮 要不要喝咖啡 為什麼不幫人家泡咖啡 我們的恩楚立功 很有經驗 我們派他來處理的案件 好好幹 把董事長服務得好一點 不要丟我的臉 我們事務所事 台中最主要是 你就要像這種感覺有沒有 人家就會覺得你是高價值 你就可以賺很多錢 這樣大家可以賺多少錢 依據我的觀察在台中 如果你是打官司的律師 大概做個兩到三年 年收大概是在200到300到400 差不多這個區間大 你會說 年收百萬 我們的朋友就沒有領到這個錢 代表說你的朋友的業務開發 可能沒有很積極 他可能下班就在睡覺 做業務就是要積極 我覺得我的觀察 至少來我們事務所上班的律師做兩年 我觀察他們大概可以領到這樣子的錢 那再做一段時間 大概到5到10年之後 約莫我覺得觀察起來大概在300到500萬左右 300到500萬 但是這些東西都還要再扣掉你的成本 但是大概就是年收就是領這一些 然後再做大概久一點 再做大概10年15年左右的時候 差不多在台中要到600萬你就緊繃了 如果你還要再突破的話 歡迎你來恩處立公的法律事務所上班 到時候我們大家來研究 怎麼突破這樣子的營業 我們已經突破了 等你4年 對突破的方式 我們等你4年 讓你自己來體驗怎麼突破 我就說乾啊土力公的工的小 壓榨我們 對就是要壓榨別人來突破極限 好我們在講什麼 我們在講可以領到多少錢 認真上班 明年我就可以換跑車了 對啊 所以你現在知道你可以賺多少錢 我們快被蚊子咬死了 好癢 好薪水我們講完了 接著我們要來跟你講大學生活 那你覺得法律藝是不是要念很多書 我看法律的youtuber都說 要念那麼多書拿書出來 誰跟你大學在念書 大學當然就是要參加社團 揮灑青春啊 大學就是要加入累球社 棒球社啊 棒球不是台灣的國球嗎 所以我們一上大學 馬上加入社團 開始練球 一個禮拜練多久 一個禮拜練六天 那你說禮拜天休息嗎 沒有禮拜天要出去比賽 練得比中華隊還勤 那個時候我看中華隊集訓 一週練三天笑死人 我念大學一週練六天 上課練球 上課練球 然後呢 練球就要像甲子園一樣 要有學妹幫忙送飲料 然後你就會想說 那我的學妹是不是就會跟我發展出一段情愫 愛情的關係 青春熱血並沒有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要慎選你的社團 恩楚立公司念法律系的文組的 法律系女生很多 但是法律系的累球社 或者是棒球社 反正都沒有女生 為什麼呢 因為誰要在大太陽底下 看著一堆胖子在那邊打球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加入累球社 加入棒球社都是胖子 那你要知道 女生都會加入哪一些社團 籃球社 籃球社 沒錯 籃球社他們 我跟你講那時候 我念大學的時候 我的同學就 那個籃球社的學長好帥 帥個雕喔 對不對 髮膠抹的跟SBL一樣 我們戴帽子 而且我跟你講那個帽子還很臭 都是臭男生戴的 你又不能自己去買鋼灰 又不是台幣戰士 最窮的時候 買了一個鋼灰自己戴著 然後我跟你講 你想說 我自己去買一個鋼灰 650妥妥的 就不會戴那個很臭的鋼灰了 結果你就放在地上 然後就被人家拿去用了 然後你一無所有就這樣子 然後你的大學就這樣過了 你說就這樣這麼無聊 就是這麼無聊 我跟你講我這樣禮拜一練到禮拜天 我練了多久 我練了三年 我練到我大三 我總算覺醒 我發現我在幹什麼 我又不打中華隊 我又不打CPP 我又不幫我們中職加盟 我在那邊練這個東西幹嘛 所以這故事告訴我們要慎選社團 而且我跟你講 加入社團還有一個好處 提早適應社會 那時候恩楚立功 加入累球社的時候 背號選了31號 然後大家就說 你是要選林志盛的背號 錯了 我是要選鄭昌明的背號 因為我想要當游擊手 結果因為系上的學長當游擊手 他就說 反正你的技術也沒有我好 我跟你講 你是永遠當不上游擊手 然後就只能去練投手 就是這麼心酸的故事 不然你要怎麼辦 這時候你就兩個選項 退出 或者是改變別的 這個就是職場 提早適應職場 你要提早告訴自己說 人在環境下不得不低頭 從此你變成了系上的王牌投手 那也沒有什麼屌憂 為什麼 因為沒有學妹 然後跟你打的又都是一堆胖子 沒搞頭 我們南部的 我們沒有那種熱武社 有沒有 我之前在板橋火車站 就看到一堆大學生 綠洞 差不多會這樣子 我們南部沒有 因為南部都是柏油路 你要是地板動作的時候 你就會被燙手 所以沒有 這樣才炸 炸起來 你去柏油路炸給我看 對 南部沒有這種東西 南部人沒有這種東西 南部人都只會打籃球 女生都去打羽毛球和乒乓球 漂亮的女生都在籃球隊裡面 當經理 技術的就來了 技術的就是 你要慎選你的社團 像恩蜀利公那個時候 在南部念大學 南部都是鄉下 南部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很熱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女生都很怕熱 所以你要找的社團 一定要有冷氣 有冷氣就妥了 女生就會出現在有冷氣的地方 要不然就是加入籃球社 加入籃球社 各位高中的好朋友們 請你成熟一點 請你搞清楚 你加入籃球社 不是要去選秀 不是要去參加黑人哥的直男聯盟 你是要幹嘛 辣學妹 沒有錯 所以如果學長說 學弟我是打小前鋒的 你的技術沒有我好 拍不上先吧 這個時候你就說 是學長讓我負責幫你買飲料就好了 然後你就可以 沒有這時候要單挑 沒有沒有單挑 這時候你就說負責買飲料就好 然後你就可以跟一群球隊經理 你坐在場下 哇高招 高招對不對 然後他們在上面打籃球 然後你在下面打學妹 多開心 然後系上的球隊就會越來越壯大 這就是一個機身蛋誕生機的概念 就讓帥的學長在上面打籃球 就會吸引漂亮的學妹 然後漂亮的學妹就會吸引帥的學弟 然後帥的學弟就會再吸引漂亮的學妹 生生不息 所以各位看 各位看這個方向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籃球場有棚子 有沒有看清楚籃球場有棚子 懂嗎 以後如果你念了大學籃球場沒有棚子 你就不要加入系 懂齁 現在恩蜀利公跟你分析的都是技術 技術懂嗎 不要在那邊想大學是不是要背法條 法律師是不是在念很多書 你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一無所有 那你一定會說 法律系是不是要背很多法條 拜託 你都考上法律系了 你還要背法條 你當然是被搬上每個女生的名字 和她的生日 然後在上課的時候用星座去攻陷他們 一個一個嘗試 你要開始培養你將來職業的必備技能 就是開發技巧 你就記住她的名字 記住她的生日 然後你就跟她說 你是不是最近快過生日了 我跟你講我也是雙魚座的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一起出去喝飲料 你負責付錢 我負責喝飲料 她就會哈哈哈哈你好討厭 有沒有 先這樣子沒有侵略性的靠近她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而蜀利公每次都進展到這個階段之後 就不知道怎麼繼續下去 我們就是有色無膽 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所以每個都喇了一輪 然後都沒有繼續發展下去 然後大學生活一無所有 也沒有交到女朋友 真可憐 文族的男生 既然沒有交到女朋友 所以各位同學不要再思考 我為了叫女朋友去選文族 不過我以後念禮祖就是當和尚四年 沒有這回事 純粹就是個人的問題好嗎 你個人的問題好嗎 就是你 背法條也可以騙騙學妹啊 背法條也可以騙騙學妹 我前年看到一個新聞 那個新聞就說 我們奧林匹亞在國際上面都是數學頂尖的 我們高中生出去比賽都第一名第二名 他們就說奇怪 那為什麼上了大學之後 我們這些學生的成績都沒有特別讀書呢 這個記者就是腦袋有動嘛 難道你要告訴學妹說 我是奧林匹亞的總冠軍 世界上面數學排行第四的男人 你覺得這有搞頭嗎 誰理你 誰理你啊 當然是去泡學妹啊 所以這個記者問的這個問題就是 沒有經過大腦思考的問題 各位高中生的同學 你都已經考上大學了 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你要想清楚你的奧林匹亞的價值 跟可愛學妹的價值 二選一 你問你的爸爸媽媽 是不是想要抱孫子孫女 是不是想要你結婚生子 是不是想要你成家立業 那這個時候的你 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看清楚籃球場有沒有棚子 你如果看到籃球場棚子 立刻馬上說我要加入系籃 這就是大學生活 然後你會說我要看的不是這一些 我要看的是我要怎麼好好念出來 技術的又來了 法律系這種東西叫做文科 所以就是要背法條 背老師上課的內容 你要去泡妞 你要去打球 你不可能每次都去上課 所以這時候系上就會有一種東西 要做共同的筆記 簡稱共筆 共筆就是大家會一起製作一個上課的筆記 考試之前你就看筆記就好了 那這時候就會有兩種人 一種是負責抄筆記的人 一種是負責借筆記的人 那如果你是負責抄筆記的人 有一個好處 就是第一個你手上有筆記 你不用看人臉色 第二個在期中考和期末考的時候 你就展現你的高價值 這時候就會有很多的學弟學妹來問你說 聽說你上課都有到 你有共筆 可不可以借我們印一下 借你們印一下 可是這樣子不太好吧 這個樣子的話大家都不來上課 這樣我上課會很無聊 而且這個東西是我的筆記 你們也不一定看得懂 而且你講再多東西 他們都會聽不懂 他們就會說 那可以借我嗎 這時候你要怎麼辦 展現你的高價值 你要借也不是不行 但是社會在走 經驗要有 作為一個成熟的成年人 已經18歲了 你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到我宿舍來坐坐 對到宿舍要幹嘛 當然是玩敲敲杯 敲敲杯 碰到手了 學妹是不是喜歡我 並沒有 並沒有 他要的是什麼東西 你的筆記 你的筆記而已 好難過懂嗎 所以你的技巧不要那麼拙劣 你就是好好的上課 好好的抄筆記 這些東西將來一定會為你所有 成為你的細胞 成為你的養分 在你將來考試的時候派上用場 國考也不會考這些東西 所以要怎麼辦 我又想要泡牛 我又想要有共敵 但是我又是臭男生 不能跟臭男生丁頭 跟女生要 女生也不會給我 這時候技術的又來了 大學生存版的 就是你去學校附近的影音店 聽不懂 你沒有念過大學嗎 你去學校附近的影音店 你就說老闆 我是XX科系的學生 請問有沒有共筆的筆記 我可以印一本嗎 老闆就說 前幾天才印了好幾本 他就會直接賣一本給你 你就不需要去跟人家丁頭 你直接去影音店 你找遍你們學校附近的影音店 你就可以買到共筆 不需要跟任何人要求共筆 直接馬上立刻用錢解決這個問題 有這種東西嗎 有這種東西 我們這個知識型頻道 我們沒有在跟你講說要念多少書的 我們直接告訴你去哪裡買書 不要買什麼教科書 直接買共筆 反正你也只是要及格而已 對不對 你就買一買 這問題就解決了 要不然你要在那邊收集 浪費你的時間 所以大學的重點就是這些 那你一定會想說 那法律系到底在念什麼東西 上課到底在上什麼 來 各位高中的同學們 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的大學制度 University 不是單純的有你玩四年 大學這個制度是從外國來的 台灣 中國 日本 韓國以前都是沒有大學制度的 也就是亞洲的文化沒有大學制度 這是歐陸國家來的 所以你在進入大學的時候 你要先進行一個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 你要開始幹嘛 找一個附近的基督教教會 踏進去去說 我要拜耶穌 請問要去哪裡拜耶穌 為什麼要拜耶穌 因為你不拜耶穌 你大學念不好 尤其是你是文族的 所有的文族都要先念第一堂課 叫做哲學概要 哲學概要就是在討論 耶穌基督存不存在 耶穌基督是什麼東西 如果你看不清楚這一點 你也不要念法律系 所有的法律制度 你都要奠基在基督教思維上面 所以你必須要先了解 你念的東西就是一個靠近上帝的學問 然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我念的東西都是超越我的經驗世界的 因為都是神學 比方說你會法律人權鬥士 我們要捍衛人權 什麼是人權 人權就是耶穌基督創造了 他給了你自由意志 保障你的自由意志就是你的人民的權利 所以憲法保障人權是在保障你的人性尊嚴 你就學這些東西 是因為這樣子 對然後公平正義在哪裡 你有感受到公平正義嗎 你就發現這是什麼東西 傳教師嗎還是成學 還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你差不多有這種感覺之後 你就會放棄念書了 然後你就會開始繼續泡牛 繼續打类球打籃球 因為超出你的經驗世界太多了 你說不對啊 我想要念書我想要念明法 我想要念心法 好那你就去念 然後他就會跟你講說 我們的明法就是在學契約自治必約自由 為什麼要契約自治必約自由呢 因為要保障人性尊嚴 那人性尊嚴展現在什麼角度呢 就是展現在人的自由意志 那人的自由意志為什麼要獲得保障呢 因為自由意志是我們憲法保障的核心價值 你又回到這個問題了 好沒關係 那我不念明法 我再念刑法 刑法就是要保護法義 因為這個世界上面有很多值得法律來保護的重要利益 比方說人的生命 人的財產和人的自由 那人的生命人的財產人的自由 構成了個人主體 那為什麼要透過法律來保障這些東西呢 因為人只要欠缺了這些重要的利益 他就會沒有尊嚴 沒有辦法活得像一個人 沒有辦法自由做決定 所以刑法的目的是保障法義保障人性尊嚴 然後你還想拚什麼 不是有什麼法學理論嗎 基礎理論是不是 基礎理論有John Rose 無知之目平等權 有Rob Bruce 有法學家 然後有聖托馬斯 五路論證 通通在討論人的主體性不可退的存在 也就是耶穌基礎 同學 你是去念法律的 怎麼好像 8禮拜 6禮拜跌進教會 聽牧師講道 這就是恩褚利公在大學4年的感想 奇怪了咧 我是不是跑錯棚 莫名其妙 技術一點的 技術一點 給我技術一點 依據民法425條 買賣不破書力 所有權讓你不破書力 一個基地 一個房屋 使不同讓你給別人 我覺得有基地 很想看的是這種技術性的交流 那我跟你講 很不幸的大學 不太會有這種技術性的操作 因為大學的老師通常都是按照 教科書的內容來上 然後他會先從第一張基礎理論開始上 然後就開始上了18堂之後 你就會發現 後面的三分之二老師怎麼還沒有上到 就結束了 所以他都還在上基礎理論 所以你永遠聽到的都是這種 蛋頭保護法醫 蛋頭人性尊嚴 後面的東西 管你去死了 你不會自己念書 你都考上大學 還有老師教你嗎 台灣的教育就是這個樣子 填鴉式的教育 造成了我們學生沒有自主學習的能力 所以基礎的理論學完了之後 技術的部分要怎麼填補 大部分的法律系考生就會去補習班 蹲個一年兩年 然後把課再重新上一遍 然後總算開始學到了 依據明法第88條意思表示 錯誤可以撤銷意思表示 依據明法425條 所有權障於之後有法第密有關係 行馬的270秒是殺人罪 他好像也不是大學在教我 這是我的經驗 可能我念的大學是這個樣子 別人念的大學就是這樣 但是根據我的觀察 反正大家最後都還是去補習班 應該理論邏輯上面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也不用想說 大學到底可以學到什麼東西 你現在禮拜六禮拜天你就去教會 Hallelujah 感謝主 差不多念完大學 然後你就會發現奇怪 大學的教授都很奇怪 他們一邊在那邊跟你講說 人性尊嚴很重要 一邊又在那邊跟你講說 我們是學佛的 我們是學到的 精神分裂 然後會寫書法寫超佛經 很多大學教授會這樣 我就在想精神分裂 奇怪你不是念法律了嗎 你不是念歐洲法律了 怎麼開始抄佛經了 念這個道家老莊思想給我 所以我就跟你講法律沒有那麼科學 所以各位高中的好朋友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講 你自己去體驗看看 這就是你會學到的東西 所以到底學到什麼東西 學到Hallelujah 感謝主 鄭美祖 他不會這樣講 但是他講的東西 人性尊嚴要保障 政府應該要保障人權 勞工的權力要保障 雇主的資方的權力要保障 政府在壓迫人民的權力 講這些東西都是奠基在 人性尊嚴的基礎上面 所以如果你不是從這個角度出發 好像也跟法律沒有關係 那就只是單純抗議而抗議 如果是單純的抗議 那跟大學念什麼又沒關係 你現在不就想問基礎理論 基礎理論跟現實世界 就是有這麼大的差距 所以法律其實是一種哲學觀 它不是一個技術學科 但是大部分的人想要當成技術學科來念 但是大部分的人又會說 你看台灣的法律系畢業的都是法將 都不懂社會事 都不懂法律的邏輯 你跟他講法律的邏輯是 哈利路亞 他就說你根本不懂法律 我就覺得說很奇怪 台灣人真的是很奇怪 你要跟他講理論 他覺得你在歸層 你要跟他講技術 他又覺得你媽面目真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也不知道 可能大家沒有念過法律系 我覺得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 這是值得慶祝的事情 所以你就好好的玩兩三年吧 因為任何的人一開始念大學 都有著很多的想法跟很崇高的理念 但是其實進到學校之後 大家也都沒有想這些東西 反正你在一年級二年級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好好的想清楚 你以後想要做什麼工作 然後在三四年級的時候 開始採取行動 這樣就OK了 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急 重點是不要當思想的巨人 行動的侏儒 畢竟恩楚利公我 也是身兼多職 斜幹很多工作 那我們也有在一些場合 看過一些人 就是嘴巴說一說 腦子想了很多 但是身體總是沒有任何的行動 那這樣就很可惜 因為其實事情都沒有像你想的那種負擔 反正你就好好玩 這樣就好了 多為自己想一點 想想以後自己要靠什麼謀生 怎麼樣子在這個國家 在這個社會當中 有著自己的一個生存的一席之地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各位同學 我們說教了那麼長的時間 如果你覺得對你很有幫助的話 那就幫我們按個訂閱 再按個小鈴鐺 一鍵三連 我們差不多就會拍出更多的影片 以後教你怎麼國家考試 再教你怎麼取妻生子 再教你怎麼創業致富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重點是 還有重點 重點是法律系有很多女生 對重點是法律系有很多女生 安楚利公大學也沒有交到女朋友 所以 跟有沒有女生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跟你 比較有關係 如果你是一個肥仔 我也沒有辦法幫你 你要怎麼做 你就少喝半杯 你知道嗎 少吃半碗便當之前就跟你講過 你就不聽 我也沒有辦法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